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微报 我是龙二 关于即将要发布的1加7 Pro 今天刘作虎又在微博上放出了一些新消息 刘作虎表示 他们为1加7 Pro定制了一颗安卓手机里 尺寸最大性能最强的横向线性马达 官方为其命名为Haptic振动马达 它有着超过200%的振动量提升 同时还做到了毫秒级延迟的振动反馈 另外刘作虎还表示 在全新的QOS中 1加还针对Haptic振动马达 做了全场景的深度振动优化 从铃声键盘打字到大型游戏全面覆盖 让1加7 Pro一瞬间就充满肌肉感 综合此前的消息来看 1加7 Pro将配备一块6.67英寸的双曲面显示屏 屏幕不仅获得了DisplayMate的最高A加认证 同时还支持HD20和HD20 Plus 显示效果非常值得期待 其他方面 1加7 Pro将搭载骁龙855移动平台 全系标配UFS3.0闪存 内置4000毫安式电池 同时还支持了30把的VAB闪充 这一发布绝对是一款力量型的选手 所以最近有换机打算的小伙伴 不妨等1加7系列发布之后 再考虑赶买哪一款 近几年 手机厂商联合超跑推出定制版的机型 已经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事了 继华为跟保时捷 OPPO跟兰博基尼 1加跟麦凯伦合作之后 很早就有传闻联想正计划 和超跑品牌法拉利进行合作 现在这条消息终于得到了联想官方的证实 今天长城就在微博上 从图中可以看到手机采用了 法拉利超跑经典的红色机身 搭配法拉利金灿灿的月码车标 看上去还是非常精致的 目前已经上市的联想Z6 Pro 在配置上搭载了骁龙855移动平台 提供6加128 8加128 8加256 以及12GB加512GB四种存储版本口供选择 前置3200万 后置4800万加1600万加800万加200万像素的AI四摄 目前尚不清楚 法拉利定制版的Z6 Pro 是否会在配置方面做出调整 但正常情况下 应该只是在外观 配件以及系统主题上进行调整 该机很有可能会在5月22日的发布会上 和联想Z6青春版同台登场 感谢小伙伴不妨关注一下 日前中国联通正式公布了首批6款5G手机的售价 这其中华为Mate X定价最高12800元 紧接着OPPO Reno Vivo Nex小米MIX3定价11800元 相对更便宜的是中芯刚刚发布的 TNG Exxon 10和Nubia Mini 5G 价格定在10800元 此价格一出 之前打算等5G手机出来再换机的小伙伴都纷纷反水 表示目前的4G还是挺香的 不过针对此事 OPPO副总裁沈一人则是站出来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其表示那个5G手机的售价是个象征性售价 还没有正式商用哪来的零售价 也就说在5G手机零售版正式上市的时候 价格应该还会有所下调 不至于这么吓人 但按照此前各方面的消息来看 目前的4G升级到5G手机成本需要增加50到100美元 再加上稀有一架同款型号的5G版手机 相较于4G版来说 贵个2000块应该也是正常现象 所以打算首批体验5G手机的小伙伴 还真的是得提前多准备一些银子 长线5G成本肯定是不会太低的 今天荣耀手机官微发了一条微博 微博内容为10100 London 于是在评论区网友们就开始脑洞大开了 有人说荣耀20将会在10100天之后 在伦敦与大家见面 也有人说我打了10100 这个号码是联通的 联通要搬到伦敦 以后国内就移动和电信两家营业厅了 不得不佩服大家跳跃的思维 其实10100用二进制转化之后 正好是数字20 所以这条微博的本意是想说 荣耀20确定会在伦敦召开发布会了 至于具体是哪一天 此前有媒体曾放出消息 表示荣耀20将于5月21日 这个特殊的日子 在伦敦至少推出一款智能手机 而这对应的很有可能就是荣耀20系列了 毕竟这一次荣耀除了准备20之外 还有一款更为强大的荣耀20pro 结合网上爆料的真基图 来看新机或将采用打孔屏的设计 荣耀20pro后置一组4800万加1600万加800万加200万像素的四摄 荣耀20则是4800万加1600万加200万加200万像素的四摄 至于指纹 由于打孔屏大部分都是LCD材质 没办法使用光学屏下指纹 所以这一次荣耀20系列应该是采用的侧边指纹识别 各位能接受这样的设计吗 在苹果推出AirPods 2之后没多久就有消息称 苹果或将在今年年底推出全新的AirPods 3无线耳机 还有消息称AirPods 3的定价将高于目前的二代 现在一份来自供应链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消息 报告中提到苹果最早将于2019年第四季度 推出两款全新的AirPods硬件型号 其中一款机型是对现有AirPods的迭代更新 而另外一款机型将带有全新的外形 价格也会更高 这意味着苹果将继续为现有AirPods的升级版提供同样159美元和199美元的版本 同时再以相对更高的价格提供更高规格的版本供用户选择 而用来区分高低规格的功能很有可能就是大家期待的主动降噪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有供应商表示将增加AirPods 2所有的部件出货量 但该部件并不兼容AirPods 3 而且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二代的充电盒将无法与三代通用 所以要说赚钱还是苹果会玩呀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淘宝搜索关键词 微角新选手机好配件等你来聊 当然别忘了扫码关注微角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